第五人格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澤南俱樂部 話說大家有沒有玩過第五人格 第五人格某些角色都非常恐怖 而Anson 和我都有玩第五人格 但是Anson一直都很怕 一個角色叫小丑 所以這次動用了 很多人 買了很多東西 這次計劃Anson 這個應該是有史以來最有誠意的計劃 再加上我們動用不單止我自己一個 Kidling 還有化妝師 是 菊花 他永遠都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不用理會 好 說一下計劃是怎樣 計劃首先我約了Anson 九點半就會回來studio做事 途經studio有一個位置 是很恐怖的 是一條走廊來的 首先Kidling 就會扮演圓丁的一位角色 目的就是吸引Anson的目光 Kidling看到Anson之後 就會迅速逃走 好像在遊戲中看到監管者一樣 而我就是做監管者這個角色 就是在後面追著Anson 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現在都要裝扮 我要裝扮到整隻小丑 沒錯 我們現在立即開始了 Let's go 那邊也要裝扮到 那邊的工作 就是要裝扮 其實我要裝扮到 可以裝扮到 對方的工作 很簡單 首先大家會看到 那邊有一塊布 我會站在後面的那塊布 而Anson 也會在這條路口 因為他通常都會經這裡走 尾除他 然後Kidling就見到Anson 見到我的時候就會馬上逃走 那Anson一定會很好奇 究竟後面有什麼 然後他見到我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是在哪路上 是在哪路上 凌晨 上山 那些召喚 十一応 你 mythical不оме 他有这个时机的人知道 他在INE ME I'm fucked up 神經病 這個故事教訓你不要做低頭髒 拍到嗎? 拍到嗎? 為何會玩到這麼大? 為何會玩到這麼大? 我躲在沙布很遠 好像被平復到我的心情 以為是東中小丑 我看你第二天看身形 我知道 竟然是靠身形 終於看到 不是其實 我看到的 應該有兩成時令 神經病 我們先回去好嗎? 知道很遠 成功 回去 終於上回來了 我沒想到一個整個可以這麼大規模 不知道究竟是安神還是我自己 因為這個計劃了很久 計劃了差不多兩個人 我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我一邊在等一邊是害怕 是害怕你不看我 你不走 大家不要玩電話 記住看 今天就這樣 拜拜 星期樓 我們 bowl 那邊看看 兩邊 三邊